为什么清朝施行立宪之后立马就垮掉了 因为满清贵族眼里的立宪和汉族大臣眼里的立宪完全不是一回事 1908年清朝颁布了亲定宪法大纲 这是中国从古典封建制国家转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慈禧太后去世了 那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清朝更换了高层领导 并且已经开始准备进行宪政之后 大清仅仅过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崩了 那为什么大清会崩的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都是典型的中央极权政体 当这个政体能够掌控所有资源的时候 王朝就会迎来鼎声的上升级 而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之所以会走下坡路 基本上都和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下降有关 那么清朝是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对地方掌控力的呢 这个事还和太平天国运动有关 由于八旗和绿营战斗力太差 清廷在咸丰年间就默许了地方官员自行组织军队 这个就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官僚得以崛起的原因 但是因为清朝他自己也没钱 所以就默许了地方官在组建军队的时候 自己想办法去筹钱 财政权一下放 那就可不是想收就能收回来的了 从这开始清朝对地方官僚 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当中崛起的汉族官僚势力的掌控 就已经开始被削弱了 清朝在早期特别是乾隆时代过于强调满族至上 正让很多汉族官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当清朝开始实行立宪的时候 广大崛起的汉族官员都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立宪 来进一步约束满人贵族的势力 可是这件事在满洲贵族眼里 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绝大多数的满清贵族都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立宪 能够把汉族官员手里的权力给夺回来 可见当时满汉之间的裂黑 已经是清朝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好在慈禧活着的时候 他本人可以通过各种政治手段来维系 但随着1908年慈禧的叙事 截替他掌控清朝权力的年轻一代的满洲贵族们 更是直接把压制汉族官僚写在了脸上 比如当时年轻的满清勋贵铁梁就公开的表示过 立宪之本非中央集权不可 而中央集权非剥夺兵权财政收治于朝廷不可 到这呢问题可就大了 这就说明大清立宪历来立去 高层讨论的核心压根就不是如何去制定宪法政治 而是演变成了一场满汉争夺国家管理权的对抗 1908年蜻蜓正式开始整顿地方财政 向各省派遣了两名检察官 一方面是直接废掉了所有资钱 没有纳入到朝廷管控的财政制度 另一方面是剥夺了地方都府对地方人士的任免权 这次的整顿确实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仅在1911年朝廷在离金上的收入就达到了4000多万两 而这笔钱过去都是进了地方都府们的手里 按理说这件事确实是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行为 但清朝的问题就在于 它本身自带了满汉矛盾这个bug 这场原本是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博弈 很快就演变成了满族勋贵与汉族官僚的斗争 1910年清朝颁布了当年的财政预算 里面依然把地方的花侨统一纳入到了朝廷的直接指挥 这一下子就激起了都府们的不满 等到了1911年的时候 地方官员干脆对朝廷制定的财政规划支支不理 除了财政权和原事权之外 军权也成了朝廷与地方争夺的焦点 对此清廷与地方的撕裂已经是无可挽回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绝大多数的地方官僚干脆选择了 要不坐视不理 要不直接返水 最终大清朝也就被彻底的送了中